站在那裡,你打我啦,你罵我啦,你砍我啦 同人打架,我們要打贏的 我告訴你,這個是我老公的想法 對不起,我是不對的,是不應該打架的小朋友 好,歡迎Coffee Hello,大家好 來到我的頻道 真的不用介紹,這個就是YouTube女王 我沒有這樣說 我呀,因為開我的頻道,我告訴你 我不敢說十成,起碼七成 因為這傢伙說他想開,但是我又很害怕這個 我又很害怕那個,又不知道好不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先做吧 你做了第一步才會有第二步的,你不要想 但你這麼覺得我聽你說,我真的有實踐 很快呀,上一次跟他吃完的T 多久沒有 一個月 一個月可惜 你就已經噴噴噴噴 因為我也跟你說,我是行動組 好快 只不過生了兒子,慢了 有些東西給了兒子的時間,要上學 要正常回很多 有呀,我兒子也是 是呀 你也知道 但其實我反而覺得他上學會舒服一點 因為我有幾個小時 是呀 不是,因為 至少是早上到下午兩點鐘 因為還睡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 對呀,大家都太清楚你的事了 但是呢,我今天就首先跟你玩個遊戲 我們就來個快問快答 好呀 OK,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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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我們的工作人員給我們什麼題目 好,來啦 那當然是對我的兒子好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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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每個媽媽都是這樣想的 神經病 為何要戴綠帽 意思是 她對你平時很好 不過呢 原來她給了綠帽 這個 對呀 你覺得怎會可以呀 哪個媽媽會選這個 一定是選自己給人家 我寧願她虐待我們 但我想說她虐待不了我 因為我一早會離開她 我不會留在這裏讓她虐待我 我會和我老公游山換水 其實我也是 對呀 所有人都傻了 她結婚了,我還在這裏讓你呼呼學 你傻了 還有呀 我是不會和你一起住的 對呀 你不要想那麼多 傻豬 你想我和你住,我也不和你住 對呀 對呀 我呼學你 對呀 那些奶奶很兇 我鐵野蠻奶奶 跟兒子玩 超快呀 神經病 那些奶奶 因為你結婚之後 其實我兒子出生前 我也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 糟了 將來多了個兒子 他影響我們兩個二人世界 我會不喜歡他 我會很討厭他 這樣跟我老公說 誰知出生後 我連我老公在哪裡都不知道 是啊 真的好想 我老公就算出去喝東西 或者什麼東西 我完全沒有打電話給他 我也是 完全不理 我老公去打Sloga 真的凌晨才回來 我整天說 回來 你很吵 對呀 你很吵 你小聲一點 對呀 很可憐 你的酒未做到BB 對呀 你吃煙不要走鬼 對呀 很壞 精神出軌 我也是 但你說得很大聲 我真的知道 我也是選擇精神出軌 因為我覺得肉體出軌 不是出軌 簡直是需要的 都出軌 都出軌 但嚴重性 我覺得是精神上出軌 如果他真的喜歡第二 說他的心都不在你 完全沒有可以 擺任何心機在你 我覺得是問題 即是你要選擇精神 你怎麼說呢 應該說我覺得 你說誰比較嚴重 是不是說誰比較嚴重 選擇 你反過來 你已經選肉體 即是怎樣 你問題問好一點 我當然選擇肉體 即是說如果要出軌 你會寧願你老公是精神上出軌 還是肉體上出軌 你說清楚 這個肉體出軌 是不是出軌 回來就當沒事 即是一次那種 其實兩樣 都是他還在你身邊 只不過一個是精神上 他人的心已經在那個女生 還是他只不過出去 叫完 兩樣都不行 那當他只要哥哥 對 所以肉體上 肉體 因為你心靈上出軌 如果你真的為了小朋友 你仍然覺得大家可以 原諒他 他都不肯去第二步 所以一定是肉體 這些真的 我一不可在 如果你真的有女兒 我就真的跟他離婚 是啊 其實我們是不行的 其實是不行的 一定要選擇 你知道嗎 是虛構的 是虛構的 我會選擇不同 但是沒有hater 因為我自己又不是很著重名利的人 但我又覺得沒什麼需要太多人討厭自己 又另一件事就是 我又不是很介意別人討厭我 其實我第一件事是 我不是很注重名利的人 所以我不是很想紅 所以我不會選擇很紅 但很多haters 我不會特意做一些東西很出位 然後令到自己多haters 但戲都很紅 我不會這樣做 但如果我選擇 我會選擇沒有名利 但沒有haters 就是做一個正常人 我其實因為我想一下 做演員 入行 當然想紅 是hater 這個是真心的 是想紅 但我真的不想有haters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很多 受過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開心的 我寧願 我都學你所說 不用說很紅 你也不要沒有成績 當然 你做到一個滿足的成績 但我不想有haters 但也有時候 一定會有 還有我覺得其實 做一個正常人 有自己的生活 其實很開心 例如出街 其實現在也會有很多人在街上 跟我說要拍照 但我都覺得 未曾去到干擾到我的私人生活 但他們真的喜歡你 對 我很開心的 但我有時也會知道 現在可能有些 不同的 因為我現在的youtube 他們真的過來跟我拍照 他們就走了 我知道 現在有些追星 對 他們真的是瘋 會很誇張 很喜歡你 所以很想 哪裏都會偷窺你 我覺得這個 應該不會是我們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幸福 沒錯 起碼有自己的生活 我跟他吃過茶 哇 多多粉絲找你 不是 旁邊的桌子 那就是那些 他喜歡看你的頻道 對 他打打招呼拍張照 他就走了 還有很有禮貌 對 很友善 所以我是替你開心的 我看到他們很有營養 我覺得其實現在我們這樣 是開心的 又做了媽媽 對 其實做了媽媽之後 你根本都不管自己的名利 你的名利就是在你兒子裡 家庭 家庭 很開心 所以我們選了 我們也是那些 沒什麼出色的 都是廢 都是廢 但我想像你那樣廢 現在廢到你這樣 真的好 有沒有想過 先吃一下我的零食 好 但看起來好像這個不太吸引 好像沒什麼味 你先試一下 好不好吃 這個好吃 即是告訴你 為了你 因為是Julet王 而且我知道你不用減肥 因為你不停去做運動 你極度需要吃東西 所以我就在我們慰勞你 你記不記得 我們兩個怎樣認識 你臨離開TVB之前 我和你的一部劇 黃子華的 MySing Lady MySing Lady 那時候我們是 一個辦公室 對 在辦公室 那天你就不舒服 然後我很深刻 你那次很慘 我很記得 你走過來 不好意思 我要先走 你那時候 你身體很大事 然後我很擔心你 我覺得 為何這麼慘 我知道了你什麼事 不久你就已經離開了 你記不記得是這樣 我記得 其實有很多 那時候在舊公司 都會遇到很多人 不過有些人 可能你都做到一線 我也是小角色 他算是很友善 因為有些人都會很友善 但有些人又不是 但我覺得 當時我這樣 我覺得是有禮貌 因為好像我又怕 突然間 要走 好像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我要先走 好像禮貌 這樣說聲 他又很關心 這樣也挺感動的 是啊 你先哭一下吧 不是假的 這個哭 不是因為 我覺得 做演員 是真的有很多 有苦自己知道 是啊 原來你身體這麼大的問題 我記得當時監製Jazz 也很疼愛你 他就說 你快走 他立即叫我走 因為我們沒有人知道你什麼事 後來我知道了 我就很擔心 我不停問他 問其他人 我說他有沒有事 沒有事 好像你進了醫院 檢查 我一直都想起 這個女生 其實他很勤力 他真的 有些病是捱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才瘋 其實 因為你們是 如果我是這麼辛苦 那你們是一套劇是練著的 就是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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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是 都捱壞了身體 你有沒有試過練肉 就是拍兩套劇一起 這樣 我有了 我試過三天沒有洗澡 沒有洗澡 我想這個我們才會明白 當時我跟Sony 拍Click入黃金屋 我忘了我現在搭哪套劇 但是小青仔就很疼我 他就說我寫個角色給你玩 真的很棒 你有沒有做過 是一個小白婆 很有趣的 那個角色很喜歡 越拍就越過癮 越加氣就越多 然後就搭了另一套 我記得我三天我計過 我回家是不能回家 然後我跟Sony好像泥濱 那些頭髮一劈劈 而且聞到自己臭的 因為沒洗澡 沒有洗澡 我覺得肝和腎 已經全部都傷了 你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你那麼瘋 而且你真的很明顯 所以你有很多東西要記 而且日接夜夜接日 我也試過連續兩三套劇 但也試過兩三個這樣 去到第二三天的樣子就是灰色 嘴就是紫色 那你就不停地蓋上淺色的唇膏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算你卸妝 你那種紫色 嘴是真的滲出來的 是真的有問題 那你是不是其實走的時候 我看到你好像有說過 你其實都會有一點不捨得 我不是說不捨得 我只是不想走 我只是覺得 你真的有不捨得 當然是很不想走 就是梁家 不是 因為我沒有讀書出來工作 第一間公司就在這裡 我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 我想走 就是可能中間你說 會不會有些失落期是想走 想 但我做了什麼 文怨 做什麼 模特 你不知道自己出去做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 算了我還是繼續在這裡 然後你就越踩越深的時候 你就走不了 到我真的要走 他們說算了 解藥 你走 我就更失落 其實那一刻我是很不想走 因為我會覺得 只不過這樣的一個意外 我都不想見字發生 但是發生了 但我會覺得 那怎麼辦 我現在去哪裡呢 名字又這樣 我以後的路怎麼走 你會有那個感覺 還有你會覺得 就算你說沒有人用我 就算我留在這裡 都好像有個屋這樣 好像躲在櫃殼裡面 那一刻是你的谷底 我想都算是 但是 可能有些人會跟我說 幸好你有那件事 其實那件事幫了你 我覺得是 其實說這句話很傻 但是我想說 其實不是這件事幫了我 其實是 瑜伽幫了我 其實是我之後走的路幫了我 並不是這件事 沒錯 我覺得 是你自己幫了自己 其實如果很多人 可能發生這些事 第一件事 會逃避 走 大家都淡了 或者離開香港 但是 你自己是沒有接受過這件事 你自己是過不了自己 這一輩子都過不了 就是過不了 這一輩子都會有陰影 但是 你怎麼走出這個陰影 其實是要你自己去走 其實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的朋友 不要說是甚麼事 每個人有他的單 最低 當然 你怎樣放低 因為現在很多人 你知道都市人都有情趣病 是啊 抑鬱 躁鬱症 什麼都有 你怎樣可以不要想呢 其實很難的 那一刻我都做了很多傷害自己的事 說真的 我有試過 怎樣自殺 要說真的嗎 是啊 我那時真的有試過 不要嚇我 有的 有試過 可能會不會是我多吃幾粒安眠藥 可能睡就這樣睡了 但你吃完又回都醒了 是啊 每天晚上才睡 睡了三十多個小時 不是說笑而已 千萬不要 但是我會覺得 我都會有過不了的事情 尤其是家裡也不支持 但是我覺得始終都要經歷那段時間 怎麼辦 你會不會是有宗教 還是有什麼 沒有 但是我反而覺得 你不要那一刻想著自己 把自己斜上來 因為有很多人會覺得 不行 我現在要做很多事情 我現在要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白癡的 你要沉澱一下 給自己 你真的要給時間去沖淡這件事 你要給時間自己去想 你要想清楚這件事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 我做錯什麼 今次學到什麼 然後慢慢 我現在是低谷的 我現在是低谷的 你先認這件事 你先接受自己 你接受了之後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硬撐的 我發覺這件事 我學得最多的就是 其實真的 不要那麼serious 真的嗎 因為其實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那麼serious 就算那些人去笑 或者什麼 其實他們都是查後飯 話題 但是最介意的就是你自己 其實其他人 說完他都忘記了 他們已經做了 但是你還站在這裏 不過我自己看 我跟他聊過 之前我跟他hite 他都令我上通一些事情 我自己都有我的低谷 我也跟他分享過 他都跟我說 你不要想那麼多 其實只有你自己最介意自己 我想說以前我們舊公司 不論你是高與低的人 公司也會跟你說一句 發生什麼事你都不會發聲 你不發聲就可以了 這樣就過了 我現在是極度不贊成這句話 尤其在我出來之後 因為你不發聲就沒事 但是你知道以前 我覺得現在比較好 因為現在個個自己 有社交媒體 你可以幫自己發聲 但是以前你只有報章 他說你什麼 你好像完全 他們有很多人看的 所以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就是你一定要透過他 把口才可以告訴他 所以我們那時候 什麼都不發聲 家裡有他說 我們就留言止於自責 但是我想說這樣 是令自己的心態很不健康 令自己不可以教育好下一代 因為其實我老公教識我這個道理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搭的士的時候 突然前面的司機他認不出我 我戴著口罩 然後那個人就說 好像那個咖啡一樣 你看看那時候一件這樣的事 現在可以紅到這樣 然後說 那時候我不知道 看過他睡了多少男人 然後我心想 嘩 真的什麼都可以說得出來 你老公你有沒有馬上打他 我老公他就 混不出他在說什麼 因為他不是很常聽廣東話 因為他講廣東話 然後我老公就問我 為什麼你不反駁他 然後我就說 那算了 他也不是誰 那我問我 難道跟他吵架嗎 你覺得他也是浮雲 我問他看到什麼 神經病 我真的沒有 他在哪裡看到我和幾十個男人睡 當時我沒有發聲 然後我回家 就被我老公臭罵了一頓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公很生氣 他說 為什麼你不會保護自己 我說 但是我很習慣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吵架 為什麼你不為自己站出來 那我就說 但是我很習慣是這樣 我以前發生的事情 我也是不發聲 就有他過就算 重點是 那你怎樣保護你的兒子 當你的兒子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他一定會面對這些人 你是不是要他和你 同樣的方法去對別人 然後他這樣說完 我立刻想哭 我會覺得 原來我不懂教自己的小朋友 因為我也是一個這麼軟弱的人 就是我由得別人去攻擊我 但是我不發聲 我就等於我教我的兒子 如果有人罵你 有人打你 你不發聲 這個就是這樣 我就是被人站著 你打我 你罵我 你斬我 但我不發聲 同人打架 我們要打贏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老公想的 對不起 我是不對的 是不應該打架的小朋友 但是我經常跟我兒子說 你真的打贏 忘了說 我老公 我老公 真的嗎 我老公也是這樣 他其實是想教識我 要保護自己 因為你要教識你的下一代 怎樣去保護自己 因為從小到大 我都不懂得保護自己 你現在懂 對 一個把子 我家人想怎樣我就怎樣 旁邊的人想我怎樣就怎樣 以前的男朋友 我想打我就打我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到現在我就發覺 原來身心很不健康 因為其實你心裡很不舒服 有很多不開心的 藏在你的頭裏 但你不能說出來 當你用你的語言去說出來 是勝過你跟別人說完 別人再說給其他人聽 100倍 我想如果我面對負評的人 我數第一 不是我數第二 應該沒有人敢認第一 你有沒有那麼多 很多 因為我十年 我很少看 從那時候走到那時候 我每一次的post 都會牽涉到那個題目 就是那個字 不停出來 每一次都有 我是完全不理會他們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說的沒有營養 因為他們只是說那句話 例如你是雞 或者是 我看到有很多人 可能被人罵 都是類似罵這些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是不能罵的 因為你就算 不能解釋 因為他已經是沒有營養 我說我不是 我不是 他都說你是 是 所以這些我不認 但我覺得如果有些人 對我有些誤會 例如他聽到什麼 我會說 甚至乎 有些不喜歡我 我不會每個人都回覆 但是我都好像你這樣 我選擇 如果我覺得他真心誤會我 是啊 有些解釋 我會寫 不好意思 可能我那時候 我看不到你 還是怎樣 我會寫那句話 因為我說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或者sorry 然後他很開心 他立刻回覆我 我猜不到你真的會親身去回覆我 其實我說一下 我就問你不要誤會 是啊 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很好笑 我現在很喜歡你 對 我很開心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每個人都是這樣 對 但是我當然無所謂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至少我為自己 說了公道說話 其實我也是很用心 對那些粉絲 你很用心對你喜歡你的人 所以我真的喜歡你 因為現在喜歡你的人 都是因為你夠真 你很貼地 你也跟我說 我已經想我不要很多美顏 我沒有開名 但我會拍照的 但我需要拍照的 我要拍照 然後我又不是 我說開一點 因為我現在老了 然後他就說 可以了 我幫你做好 我說是 我覺得可以後來拍照的 其實他的風格 是很隨承的 Anyway 我是替你開心的 因為你從以前舊公司 都叫做一個低谷 算是低谷 但當然我都要感恩 對 我也有很多朋友 我覺得不只是朋友 舊公司 也學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舊公司 其實就好像一個學堂 我當時 我學會 木人行 我覺得是學會做人的道理 禮貌 不要遲到 然後你懂得看相機 你懂得去 起碼對搭 對鏡頭自然 化妝 對這些都是 在那裡學出來 我覺得是畢生受用的 所以我 可能外面 有些報章 有時候會特地 可能將我們 特地說到我很討厭 其實我是從來沒有一個行為 我是覺得我是很appreciate 這間公司 曾經有在這間公司 令到我成長 令到我認識了你們 令到我是有一個 就是進步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入到這間公司 其實我就等於 跟我的朋友一樣 可能打一份普通的工 然後就這樣 可能假 這樣 沒有這麼精彩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是很感恩 如果她可以娶到我 這樣的level的女人回來 哇 你真的三生有幸 娶了她 就是她 其實你已經嘔吵她吃軟飯了 神經 大哥還不需要做 我不做了 我推著她 已經 然後說 老婆今天吃什麼 當然